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献红去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惊艳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逐一揭晓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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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来自春天的歌唱 我又来自春天的能量 让这世界也好想 勇敢的飞翔 让雨更坚强 爱见着我的承招 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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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来自春天的歌唱 我又来自春天的能量 让这世界也好想要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我是主持人滚头 大家好 相信不用我过多的介绍 您对我们的舞台非常熟悉了 在这里有很多的小不点们 会展现他们的大能耐 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和有趣的经历 同时非常帮帮团的嘉宾成员 也会为小不点们加油打气 在本场节目一开始 小不点们已经登台亮相了 我们首先来逐一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好 接下来 住你吧 大家好 我的天 这不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段不算 掐的部分好不好 这段不算 来 很棒 很棒 我是街舞小胖 张腾基 街舞小胖 你把我们病毒擦得挺干净的了 好 期待你的表演 来 下一位是 这是人好 嘉宾好呀 大家好 我叫正初心 今年十岁 今天来到非常有嘉宾 我好 大家好 这就是音乐小王子 又会弹 又会唱 谢谢你的问候 也问候你 我们大家期待你待会儿的精彩表演 好吗 接下来干谁呢 就你吧 我了 我的姐姐 你看菜我多大了 你啊 我看看你到我哪儿 你最多也就五六岁呗 猜对了没有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再猜猜我上了几年大学 你还上了几年大学 你不是连小学都没上的吗 怎么回事啊 我是上到老年大学啊 可是要两年了 我的天哪 你一个五岁半的小姑娘 上老年大学 看来你这里面是有很多故事的 是不是 待会儿跟大家好好讲讲好吗 好 来 最后这一对 哎呦 我猜你们是双胞胎吧 管同姐姐 您真聪明 你看就知道我们是双胞胎 长得太像了 我们先给大家录一首 好 三 二 一 走 我想起一个词儿来叫神童步 我想起一个词儿来叫神童步 两个小姑娘一起啦 我听了只有一种音色 非常的齐 期待你们的表现好不好 好 来 小不点儿们 我们现在到后台去做准备好吗 马上我们就开始自己的大能耐的展示了 来 小叔欢迎她们 相信我们今天的宝贝们 都会有自己特别精彩的表演 那在他们再一次登台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 非常帮帮团的四位嘉宾 我们欢迎教育专家卢琴老师 欢迎歌唱家王杰石老师 演员 主持人关林 歌手姜涛 欢迎四位 非常乐嘉宾特别节目 小不点儿大能耐 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换名 世上只有妈妈好 买妈妈一选上京东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第一个小不点儿 闪亮登场 你好 小宝贝 来 向大家大声地介绍一下自己 管同姐姐 好 各位嘉宾老师们好 我叫王悠然 你们可以叫我悠悠 我来自湖北武汉 我今年五岁半了 我可是上了两年老年大学了 好的 悠悠 来 咱们把咱的沙发拽上来好吗 两年的老年大学 悠悠小朋友 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奇怪 你这五岁半居然上了两年老年大学了 也就是说你三岁多的时候就开始上老年大学了 对 是吗 三岁半上个五岁了 真是 算数还挺好的 那你今天穿的这个漂亮的小红衣服 还说的这个小辫是谁给你选的呀 当然是我奶奶给我选的呀 当然是奶奶给你选的啦 我猜你是和奶奶一起上的老年大学对不对 对 那你上幼儿园了没有 还在上 上的大班 已经上幼儿园了 那你是什么时间去上的老年大学呢 就是比如说每个星期就一次上老年大学 明白了 那就是周一到周五你上幼儿园 到周末的时候你会和奶奶一起上老年大学对吗 对吧 嗯 那怎么想到会去上老年大学呢 因为我小时候我自己在家 可是奶奶也是不放心 所以她就专门把我给带到老年大学来上课了 哦 奶奶怕你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奶奶去上课了就把你也带到课堂上了是吧 是 奶奶上的是老年大学的什么班呢 上的合唱班 也就是说你现在跟奶奶一起学的合唱 对不对 对 那你给大家露一首行不行 可以 你会唱什么歌呀 嗯 我唱个最拿手的吧 梨花送 哎呦 最拿手的梨花送 好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悠悠小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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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池 天上离去 难自弃 天上离去 难自弃 你长恨 一句千古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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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棒啊 阿姨想问问你 刚才歌词里你唱 天生丽智 难自弃 对不对 对 你知道什么是天生丽智吗 让我随便猜一个吧 你随便猜一个啊 你猜一个呗 就是一个男人就是被受罚了 之后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 站着之后他就这样子 都已经到晚上 都已经站了两个星星 之后还是没有放弃 就是一个人受罚了 站着 没放弃 就叫天生丽智 难自弃 这个解释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听到 你回答对不对呢 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观灵姐姐 对 就是男的不放弃 但我们女的也应该不放弃 你是从这个字面理解 是小朋友的一个很可爱的理解 但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长得特别漂亮 一生下来就好可爱啊 自己说自己不漂亮都没有办法 观灵姐姐就是天生丽智 记住这个就行了 观灵姐姐 我们悠悠也是天生丽智 咱俩都是 就是夸你和观灵姐姐 都长得特别漂亮的意思 知道了 就是自己夸自己漂亮 太可爱了 这样吧 刚刚我们就唱了一首歌 梨花颂 大家觉得他唱的感觉怎么样 没听够啊 对了 我这儿有一个 我们小宝贝会唱歌曲的歌单 咱大家看看 这个宝贝都会唱什么歌 王悠然的歌单 渴望春天三套车 梨花颂 来猫女九儿珊瑚颂 真的是这个老年大学爷爷奶奶 经常唱的歌 我发现里面还有一首歌 叫《外婆的澎湖湾》是吧 是的 你知道这首歌 最早是谁唱的吗 谁啊 王爷爷唱的 没错 王爷爷唱的 王爷爷的 那你想问王爷爷什么吗 或邀请王爷爷唱歌吗 王爷爷你也姓王 我也姓王 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分呀 真有缘分 你看咱俩的那个小名还一样呢 你是叫悠悠吧 我叫忽悠 那咱们赶紧把王爷爷忽悠上来呗 来来来 我跟邱这组合就叫忽悠悠 忽悠悠 我的天 行了 孩子别乐了 我也别站我坐着嘛 我站着太高了 咱们唱什么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 就是你唱了那个《外婆的蓬护丸》 我唱那个啊 咱们一块唱好不好 不用了 我唱 我来起个头吧 你来起个头啊 你唱第二段 行 那咱们俩就唱《外婆的蓬护丸》 你起个头 我跟你一起唱啊 来 晚风轻浮红湖晚 白浪珠沙滩 没有夜灵斩羊 只是一片海蓝蓝 我坐在门前的矮墙上 一遍遍幻想 一时晃晦的沙滩上 留着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处的帐 将我手轻轻挽 藏着波路走向迂回 暖暖的澎湖晚 一个脚印着小雨 一穿小墨许多时光 直到颜色通过我俩 再回家的路上起唱 澎湖晚 澎湖晚 外婆的澎湖晚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阳光 沙滩 海浪闲燃上 还有一位老船长 唱得太好了 王爷爷 你也唱得很好 我也特别喜欢你 太好了 得到您的夸奖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麻烦你以后有空就跟我多唱唱 好不好 好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小朋友 悠悠你就跟那个 跟姐姐先聊着 忽悠就先下去了 好不好 好 我们谢谢 胡悠悠组合 再陪我们的演唱 谢谢 谢谢胡悠 太开心了 这刚才跟这个王爷爷在一起演唱 是不是就好像跟你们班同学 一起唱歌的感觉 对啊 特别像 是吧 那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 还没有上过老年大学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般老年大学里 都有什么样的班级啊 有好多好多班 还有合唱班 跳舞班 旗袍班 做饭班 打拳班 然后还有手工班 然后还有书法班 哇 很丰富啊 那一般上老年大学的人 大概他们都多大年纪呢 你觉得 有50岁的 60岁的 70 还有70岁的 80岁的 那你觉得我这个年纪 现在可以上老年大学了吗 管总姐姐 你今天穿的真漂亮 就像我们旗袍班的老同学一样 是吗 那像旗袍班的老同学 那旗袍班 我能不能考上旗袍班 我是不是还得有一个 入学的考试 那我现在走两步看看行不 可以 你能不能带我一下 给我示范一下 因为我没有上过老年大学 好的 好吗 好吧 这样的 可以把一个pose 好 该我了 随便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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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в 부분이 嘗比一下管总姐姐 你好 我也是忽悠 我自己说自己好 愚 谷 好 好 咱俩现在来一个入学考试 好不好 悠悠老师 好 来 预备 开始 加粉 太好了 一百分 一千一百九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八十五分 我们俩这分挺高的 悠悠老师说过了 到时候咱俩试试 好吗 谢谢 来 请 我都进了旗袍队了 我以后就是旗袍班的女生统领队 我们旗袍班的男生领队 就是涛领队 是吧 来 对 那我们看看 像这个观灵姐姐 应该去哪个班呢 你觉得 观灵姐姐应该去做饭班 因为我觉得她跟我一样喜欢吃吧 什么 什么 你连这都知道啊 被您说中了 没有 因为一般天生励志都是要 是吧 都是跟美食有关系 说明我们热爱生活是不是 对啊 先处于你以后可以在家里 跟你的家人做饭班 好 好 可以 这家人做饭 那咱也是同学 是吧 好 那我再问一下 你觉得卢奶奶应该去哪个班呢 卢奶奶必须给她专门开一个班 叫爷爷奶奶带小孩 卢奶奶带小孩 看来一辈子离不开小孩了 因为我觉得她应该是教育老师 对不对 哎呀 你太有眼光了 那我想问问你 是让我给小孩讲 还是给爷爷奶奶讲 怎么带小孩啊 要跟爷爷奶奶讲 跟爷爷奶奶讲 如果你是我的话 跟爷爷奶奶说什么呀 你说的是像我这样子大的 还是那些小婴儿啊 就像你这么大的 我这么大的 比如说一些男的 或者女的调皮的 都必须要教训一下她 或者是不爱 就是这样子的 不想而做作业的比如说 那怎么办呢 就让她爱做一作业了呢 比如说就是玩游戏做作业 应该可以让她好起来 边跳绳就这样子 边数成法 哇 你会吗 应该会 那你给我来一个看看 我说没有跳绳 你假装是跳绳 一边说惩罚 惩罚 惩罚 那我来说一个9以内的吧 9以内的 9以内的 就是 2得4 23得6 24得8 25 10 2612 2713 2816 2918 33得9 3 1235 1536 18 37 21 38 24 39 21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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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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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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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都想参加 她说的方法真的很棒 谁想 我发现这边的喊声格外的大 这边的观众朋友是不是你的托儿 这边的人你是不是认识她 有些认识 有些认识 那是谁 他们是看舞表演的 他们说他们从武汉过火车来到这里看舞 他们是你的同学吧 是的 这是老同学 你猜他们是过来干嘛的 你猜他们是什么队 合唱队呗 啦啦队 咱们啦啦队有没有口号 有没有什么悠悠加油一类的口号 我们喊一句支持一下小姑娘好不好 准备好 预备开始 悠悠加油 你们也需要加油啊 需要加油我唱好歌 好 你看你的同学们也已经给你加油助威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 大能耐 一树红花照碧海 一团火焰出水来 山湖树入粉春长在 风火浪里一把花开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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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来转无来开 云里五里发光彩 风吹来爱爱浪的来 风吹浪的花长开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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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爱爱 好了 表演完了 你刚才自己唱那个 我觉得唱特好 你能不能也教我们大家一下 结尾的那个声音 好吧 那就是 真的不错 你看 你都把我们嘉宾 都给带动了 咱跟着一块唱了 先问问观灵姐姐 我觉得她太可爱了 她是那种 没有丧失自己的纯真 因为是老年大学 培养出来的学生 她就跟儿童的培训班 培养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也谢谢奶奶 这位是奶奶 奶奶 这位是奶奶 谢谢 谢谢您 培养了这么可爱的小孙女 对 我觉得太可爱了 这个小朋友 我一定要把我的爱心祈求送给她 谢谢 好 那我们听听王爷爷的感受 这个悠悠小朋友 跟奶奶一起上老年大学 其实也解决了一个 这个孩子的一个 怎么说呢 家庭的教育问题 你看有的时候 你看爸妈妈还在上班呢 忙啊怎么办呢 孩子交给奶奶了 这样上了老年大学以后 那么多的爷爷奶奶各种班 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熏陶 爷爷奶奶也学习了 孩子也学习了 我觉得这真是个好的办法 值得很多 很多的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 去可以借鉴这种方法 让孩子从小得到一个好的教育 最后呢 我还得跟悠悠说一句啊 咱们俩刚才合作得非常成功 以后咱们俩 愿不愿意再一起唱歌啊 好的 你还知道我们是什么团队吗 咱们叫什么来的 又忘了 咱们俩叫什么组合来的 乌悠悠团队 对对对 乌悠悠团队 好好好啊 我把我的爱心祈求 送给小悠悠啊 好了 悠悠宝贝 去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 好吗 好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 大能耐 您可以关注央视非常6加1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里有详细的节目信息 以及报名方式 也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 能够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 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小不点们 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叫张特希 今天我齐碎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回娘家 请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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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说啦啦啦啦啦 小河的水流 呀哗啦啦啦啦啦 谁家的媳妇 她走呀走的忙呀 原来她要回娘家 身穿的红啊 头戴一只花 眼尺花香粉 她的脸上擦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个泡娃娃呀 一呀一等儿喂 哎呀我怎么去想我的妈 赶紧起来吧 来快坐 管东姐姐你就说拉眼部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感觉微辣 微辣 我也觉得很拉眼 是吧 我特别特别不喜欢 所以我今天是来勾撞的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这个状告这个节目的设计者 对 是不是 那你告诉大家这个节目的设计者是谁呀 就是我爸爸 你爸爸给你设计的这个节目呀 嗯 那你给大家数一数他有几大罪状 罪状一就是 是 就刚才那个舞我根本不想跳 他非让我跳 还给我扎拉前面磕着死的 人家上台表演的都是很帅的 而他跟我跳的演出舞都是花里胡哨那样 是 你看你看这后边还留一座 你转过去让大家看看 你看 还穿成花成这样 哎呦不好看是吧 不喜欢是吧 对 这是第一大罪状啊 还有第二大罪状是什么 还有的就是 管冬姐姐你看我都这体型了 我爸爸还让我演一个特别刺激的才艺 特别刺激的才艺 嗯 那怎么刺激了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行吗 嗯 我的天哪 大家还笑呢 这真的是挺刺激的 这我们这小胖 这身材能能头转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你爸让练的呀 对 不是你告诉大家 你多重你有多高 一米三多 我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了就 就练这头转 我看印象当中 人家其他小孩跳头转的时候 转的可快了 嗖嗖的 对 这难度太大了 我觉得这老爸怎么想的呀 真是的 不行 爸爸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就好 咱们当场这个审审他 好不好 好 让大家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来 有请张成熙的爸爸上场 您就是他爸呀 对大家好 我是小胖张成熙的爸爸 我叫张磊 这您这造型确实也确实与众不同 是吧 老爸 儿子是花里胡哨 您怎么是带着维郡就上来了 我这现在这也算是个奶爸爸 哦 奶爸 这个是这么个事 就是我家现在呢有两个孩子 小胖呢是我们家老大 自从他妈生了老二以后呢 我们家就形成了一个制度 叫一条龙承包制 这个老大就归我管 老二呢就归他妈管 所以说呢 这个老大的一天的衣啊 食啊住行啊 全都是由我来管的 也就是说那个 就是把咱家小胖打扮成这样 跟他妈是没关系的 是吧 他妈是不能参与意见的 是吧 其实这一衣服我感觉到挺好看的 你看他胖乎的 这穿着多热 这起乡也有我们东北人的特点 跟别小朋友也不太一样 是挺好的 我就是我感觉不错 要不然怎么说 人和人的审美是有差距的呢 是吧 儿子就是现在最终打造成这个造型 和整体风格 他妈跟您意见是一致的吗 就是总说我 说带孩子这个路子不太对 总说我 你看我就说嘛 咱家不可能都是同样的一个审美 跟我分歧还挺大 但是呢我们家有这个承包制嘛 对不对 老大既然归我承包了 他妈就尽量不插手 我就认为 这当爹的不见得带不好孩子 有可能带的比他妈带的还强呢 这怎么讲呢 这当爹带孩子 跟当妈带孩子有什么区别呀 首先呢就是生这个 我们家老大的时候 这初为人妇啊 我也没啥经验 但是我有决心啊 什么决心啊 当妈的能干的我当爹能干 当妈不能干的我当爹的也干了 在家呢洗个衣服做个饭啥的了 陪上客户班当个陪练什么的了 咱们呀事儿车坏了还能当个修理工 跟他妈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要严格一点 就为了带好这老大呢 我天天呢看电脑 苦练仇意 原来真真的是不会做饭 现在做了一手的好饭 我们家现在饭全我做 是吧 他们都说我比他妈做的好吃 其实呢我还是有点 您看这个有一张照片 对对对 鸡翅是您做的吗 对对对 这是这是我做的 这是我得问问儿子张成熙 你爸做饭真的好吃吗 对 是吧 对 其实我也多于问你 就是看你这个胖乎乎的样 估计就是吃好吃的吃的是不是 厨艺对老爸的手艺还是肯定的 是吧 这方面是没意见的是吧 但是唯一的有意见的就是 你做那么好吃的饭 把我们吃得这么胖给赖你 是不是 对 你看 其实呢 我真没想能给他吃这么胖 学这个就是比较刺激的这个才艺吧 当初呢是我让他学的 就是想让他锻炼锻炼身体 减减肥 他现在呢是一米三十多 将近一百斤 他现在这个体重呢 确实是让我头疼 现在吧我不给他做好吃的吧 怕他这个生长期啊 他这个营养跟不上 我天天给他做好吃的的话呢 他现在就是越来越胖 这真的是很油 那这个程熙练这街舞 练了多长时间了 他这个五种应该是练了一年多了吧 练了一年多 对 那这体重好像也没什么变化是吧 他呢平时呢就吃三顿饭 但是自从练了这个以后呢 练完了回家他饿呀 加餐 对啊他就吃啊 我把我们家里晚上好吃的都藏起来 半夜我睡着了他就出去找 他就把能找人的好吃的全都吃了 就吃成这样了 那什么程熙 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如果爸爸有做的真的特别不对的地方 咱们这么多观众嘉宾 都可以帮助你撑腰 所以你就大声地告诉大家 爸爸有什么做的特别不对的地方 让你完全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练不好他打我就这个 打人可不对是不是 不是你有证据没有啊 我有 有证据 对 证据很关键 咱们看看证据 爸爸居然说打人 继续 去吧 医生 整天 来 坐下 你哭着啊 你哭着啊 走着啊 过来调是我的 你哭着啊 走着啊 走着啊 嗯 嗯 说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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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说话 嗯 咱们也说话 咱们就得复识 是不是知道 做一个事 要不咱们就不做 要做咱们就得做最好 要做咱们就得做最好 有没有信心把事做好 说话 有 加油 加油 在一边切去吧 这 这什么情况啊 就是来录节目之前 我爸爸觉得我练得不够好 就跟我夹课时就练 练完了讯文 哎呀 我的天 爸爸是不是也就吓唬吓唬 不是真打吧 其实呢 其实呢这个事呢 在这呢我真 我真应该给孩子 道个歉 怎么说呢 我希望他呢 做一件事呢 要不咱们就不做 要做咱们就要做好 因为他是我们家老大嘛 我要求他呢 就会更严格一些 其实呢这次呢 来到这个《非超六加一》啊 提前呢准备了一个多月 这个孩子呢 真的是累坏了 我真的是很心疼 但是呢 这么大的平台 第一次来 真的是想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观众 借这个机会吧 胖啊 爸爸跟你求个好 爸爸以后 不凶你 也尽量不打你了 好不好 不行 其实我这次来 本来是想换个爸爸的 你要干嘛今天 换个爸爸 换个爸爸 嗯 宝贝 换爸爸这事可是大事 你得有人选呀 是吧 你要没有人选 你现在这爸爸也不高兴了 你还找不到新的爸爸 你心里有没有人选呢 有 都有啦 他爸你知道这事不 你来之前没跟我说 你要把我换了啊 这 对 那你换谁呀 换什么样的人 当你的爸爸呢 姜涛爸爸 我看他对孩子们 太同学特别好 我想换成他 那个宝贝 太棒了 他确实是一个好爸爸 这个孩子啊 我觉得 爸爸呀 其实 他就是要严厉的 我不知道我的观点 对不对 我看过一本书 是郭峰老师的 这本书的第一 就是他的 坐在钢琴旁边的一张黑白照片 他下面写了一句话 感谢爸爸用暴力 让我坐在了这家钢琴前 他将来成为了一个 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当然这个暴力不是天天打 就是拿小棍 弹错了音啪 敲一下 弹错了音啪去敲你一下 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是换成我的话 你能接受我这个观点吗 这一听这不换汤不换腰吗 还是不行 结果孩子又小的心灵就想 天下爸爸一样厉害 这样 这样宝贝 那个因为真的换爸爸是个大事 好 别做后悔的事好不好 好 咱们多思考一下 然后再做决定 你说呢 那好吧 好吧 好 那咱们现在放松一下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马上 进入主才艺的表演了 相信你一定会有好的表现 好吗 好 加油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下面这个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脉 我叫张德西 别人都叫我小胖 胖子的胖 爸爸说跳节舞能让我瘦一点 而我一直想当一名街舞小大人 可是别人的风车是这样的 而我的是这样 不能再这样了 我想成为一个跳节舞最好的小胖 小胖子的肯定 我不能这样 汇動 一点 the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一点 好一点 就是辛苦没有白付出 是不是 对 先问问 你想要选她当爸爸的江涛叔叔 好不好 小晨曦我觉得真的很棒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爸爸可能有的时候对你很严厉 但是你不觉得 在爸爸的严厉下 你才能今天 站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 获得这么多的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掌声吗 你觉得应该感谢谁呀 感谢爸爸 对呀 所以说 少儿学艺 受用终生 那你将来可了不得呀 那我都得仰视你呀 对不对呀 对呀 所以说我今天把 这颗爱心送给你 加油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来 有请王爷爷 这个欣赏了咱们 晨曦在这个台上的精彩表演 我觉得小朋友付出了很多 你的爸爸也付出了很多 这你们的付出 为大家带来了欢乐 作为晨曦来讲 这个小朋友呢 这个身材比较胖 我想你呢 就是说在练这个街舞的过程当中 付出的可能比其他的小朋友 付出的更多 所以这孩子还是非常有毅力的 在这儿呢我祝你的街舞啊 跳得越来越好 好吗 好 好 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 谢谢 好的 晨曦 咱们收获了四颗爱心气球 但是接下来还想问问你 还想不想再换江涛当爸爸 不换了 不换了 那么现在能不能尝试着 接受爸爸的道歉 拥抱一下爸爸 那你转过去跟爸爸 加油宝贝 希望你健康出色 梦想成真 父子俩去收集你们的爱心气球吧 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冠名 世上只有妈妈好 买妈妈一选上京东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下一节小不点闪亮登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君能秒 찾死oa 吃吧 Ying 冠泽 Happiness ру 忍 简单 谢谢 来 两个宝贝请坐 先向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浙江珠记的二胡小姐妹 我们今年十岁了 我是姐姐 我叫邵逸瑞 我是妹妹 我叫邵逸杰 我们是神童部组合 今天来到非常交易的舞台 希望老师们能喜欢我们 真是神童部 想问问你们学二胡学了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哟 七年了 怪不得呢 是资深的二胡演奏者了 所以刚刚你们的表演 觉得还是很轻松 很自如的是不是 既然说是神童部 我觉得一支曲子 还不能够代表你们的特色 能不能再演奏一首 可以 但是我们有个要求 想让嘉宾老师们配合 嘉宾怎么配合 他们又不会拉二胡 我们会拉几段曲子 嘉宾老师用表情和动作来配合音乐 而且还要神童部 就让关琳姐姐和江涛叔叔来试试吧 不是 那样的双胞胎嘛 我们俩这个差点远啊 那我们俩干嘛呢 也得我们俩表演的一模一样啊 表情得一样 动作也得一样 表情要表演啊 而你们俩表演中的龙凤胎那种感觉 有这样的龙凤胎是吧 还得根据这个音乐的变化 我的天哪 这要求很大 我们不一定拿什么曲目 是吧 好 来 宝贝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好 准备好 请开始 三 二 一 走 要哭 你们就哭出来吧 别憋在心里憋坏 这不能睁眼睛 得闭上眼睛 这不能睁眼睛 得闭上眼睛 哎呀 我这片 哎呀 咬完了 我这心脏冰快饭了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认识观灵 认识江涛很多年了 没想到他俩真的是龙凤胎 真的 咱们这龙凤组合作 就算成立了 同步的感觉 还可以 我们都用余光扫对方 没错 迅速做出反应 这变换的我们的心脏命有点 那行 二位赶到 赶紧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专包太小朋友 我在想 你们两个怎么就那么默契呢 就是什么时候换曲子 什么时候又换回来 可能心灵感应 有心灵感应 可能是 但最主要是练出来的 还得是得刻苦地训练 是吧 那生活当中 你们两个是怎么同步的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两个 经常会同说一句话 还会同 一样东西两个人一起用 比如说什么书 或者说是 学英语的学习机 还有刷牙的牙杯 不是 为什么要两个人 用一样东西 不能够一人有一样吗 因为妈妈工作赚钱很辛苦 尽可能地节省一下 是吧 还有肯德基儿童套餐 吃一份吃不饱呀 尝尝味道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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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家里面是在经济方面 确实是比较紧张吗 对 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妈妈是女出租车司机 女出租车司机 对 那还比较少见 那今天妈妈陪你们俩来的是吗 对 那我们把妈妈请上来 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她好吗 好 有请两个宝贝的妈妈上场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妈妈向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少艺杰 少艺类的妈妈 我叫赵丁了 今年45岁了 我是一个开出租车的一个驾驶员 已经有23年了 配了 来 请坐 请坐 妈妈开出租23年了 对 这是老出租车司机了 是的 那您从业23年了 有没有计算过 拉了多少人 或行车多少公里啊 这个到那个吧 每天大概集五六十个人 23年下来的话 差不多有四五十万了吧 我们那边是个小地方 总共人口大概一百多万 几乎半个城的人 都坐过我的车 因为据我们了解 出租车司机也是非常辛苦的 不知道这个在收入方面 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收入的话不什么高 每个月也是五六千块钱吧 刚好家里的开支够用了 是吧 刚刚两个宝贝已经介绍了 说已经学了七年的二胡了 对 而且我看他们这个二胡 应该是不便宜的那种 对 老实说两个孩子挺好学的 然后物性特别高 然后就说如果有一把 好一点的琴的话 他们会学得更好 所以我也很了心 花了一万五千块的钱 给他们买了两把 这两把琴就要花掉一万五 对 那也就是相当您一个人 三个月的不吃不喝 所有的钱 工资 那日常生活还是以您为主 来照料他们两个 是的 来 两个姑娘介绍一下 妈妈的时间安排 妈妈每天很早起床 五点多出去开车 然后七点多又要回来 接我们去上学 然后她接着干活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她接我们回家 回家她还要烧饭 晚上还要洗衣服 每天都要很晚睡觉 真是够累的 这早上五点钟 妈妈出车的时候 你们俩还没睡醒呢 是不是 对 我在想你们琴之所以 能够练得这么好 是不是也想 就是用这种好的琴意 来回报妈妈的辛苦付出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能做什么 然后就只能好好练琴 这样对得起妈妈 也对得起这么好的琴 我看妈妈现在眼眶有些湿润了 对 挺懂事的 平常可能在家里 也没有很多机会 可以听到女儿 跟您有这样的交流 是不是 很少的 是的 每天早上趁他们上学 回到家我就给他们 做饭洗衣服 我就很少有时间 陪他们出去玩的 所以妈妈今天也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 然后陪着两个宝贝 来到北京 来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 来录制节目 给妈妈透露一个花絮 因为每一个登上我们节目 录制的宝贝们 都会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一份礼物 那两个宝贝也是如此 但是两个宝贝就跟我们的导演商量 说能不能把我们的礼物 换作是给妈妈的礼物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好像妈妈没有怎么收到过礼物 他们希望用这样一个方式 表达心中对妈妈的爱和感激 是不是宝贝们 那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 把这份礼物拿上来好吗 来姐妹俩 你们把这个礼物拿出来 然后送给妈妈 谢谢 一个保温服 来 姐妹俩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礼物 因为妈妈开车的时候很少喝水 她怕上厕所 但是这样 对身体很不健康 希望妈妈天天都能喝上热水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别让姐妹俩担心 是不是 你看今天因为宝贝们很出色 所以能够和妈妈一起 来到非常6加1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 为大家展现风采 所以接下来咱们把眼泪擦干 咱们马上要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的环节 好不好 让妈妈为你们两个骄傲 好吗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 我们听听 四位帮帮团嘉宾老师的感受 罗兰 这位出租车的妈妈 你很辛苦 但是你很幸福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孩子说 他珍惜他这个二胡 因为他来得不容易 一个懂得珍惜的孩子 就有情感 就懂得感恩 所以当收到孩子 给你胡的时候 你的心里一定感到非常的温暖 因为他们把你挂在心上了 其实幸福并不是多少多少钱 有女儿的关怀 有女儿的这种感恩 做妈妈的就已经很幸福了 一对姐妹 有这样心情的妈妈 爱你的妈妈 你们也是幸福的 我要把我的爱心气球 送给幸福快乐的一家 谢谢 谢谢 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劳动者的家庭 能够教育出这么好的 两个出色的女儿 真是令人羡慕 两个孩子非常好 七年能够拉到这种水平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这两个孩子 这个可贵之处呢 不仅具在他们的 这个演奏的技巧 而且在于他们的孝心 懂得感恩 这个是我最值得我感动的 在这儿呢 祝福两位姑娘 这个将来在舞台上 再增加你们的表现力 我相信你们的儿胡 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祝贺你们 我的爱心祈求送给你们 谢谢 在这里也祝福我们姐妹俩 能够幸福快乐地成长 更加地出色 成为爸爸妈妈永远地骄傲 好吗 来 姐妹俩和妈妈一起 去收集你们的爱心祈求吧 好 欢迎继续收看 《非诚勿扰》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名乃 所有参与录制节目的 小不点都将获得 由妈妈一选 天然造业 独家提供的 精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非诚勿扰》《非诚勿扰》《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非诚勿扰》》 陨武 喝薯 我是森林中的不顾鸟 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看天涯落下去又回来 世界太多美妙 湖地调整多人的舞蹈 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 美丽的白云悄悄哭泣 那是雨水的味道 清晨的阳光照大地 美丽的天空还有多高 姑娘的声声跳唱着动人的歌谣 歌声唱着悲伤的人把一些都忘掉 要飞到天涯海角 我是勇敢的小鸟 那里有永恒的微笑 有我们的怀抱 在长大学里的格纳 鸟鸟的声声叫 唱着动人的歌谣 那里有永恒的微笑 给我温暖的怀抱 那里有永恒的微笑 给我温暖的怀抱 谢谢 谢谢 来 宝贝请坐 向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 广东姐姐好 自卫嘉宾好 我叫郑楚新 今年十岁 来自历史名城 广东虎门 就是历史上很著名的 虎门硝烟的那个地方 对 虎门硝烟 来自虎门的小朋友 郑楚新 掌声欢迎 你这个出场才艺 元素特别的丰富 还有口哨 这口哨是跟谁学的 跟我妈妈学的 妈妈是吹口哨的高手吗 对 是吗 那在家里面 爸爸负责什么呢 爸爸生活高手 爸爸是生活高手 那你呢 我把我爸爸妈妈会的都学过来了 是吧 好 那我们刚才已经见识到了 你妈妈会吹口哨的这个技能 你已经掌握了 那现在你给大家展现一下爸爸的技能 好不好 那就跟嘉宾比比生活常识 咱们先向谁发问 观灵姐姐吧 观灵姐姐 观灵姐姐 你知道胃不好 应该按哪个穴位吗 胃 胃不好 哪个穴位 这观灵姐姐反正应该不会胃不好 我不知道 因为我胃太好 骨头 骨头好像肚子疼 来 正确答案是 足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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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能够对胃有帮助 它对输筋活血 输筋活血 这个我记住了 回头你再帮我查查 就是哪个位置能让胃不好 最好就是说抑制食欲那种 他爱减血 我就不饿了 要不然我老饿呀 那叫按摩减肥法 对 饿不利于减肥 行 这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小知识 来 那接下来我们问谁呢 问江涛 江涛了 怎么去鸡窝捡鸡蛋 去鸡窝捡鸡蛋 这也太跳跃了 这个是不是得跟鸡商量商量 他愿意我去掏吗 小鸡呀 先闪开呀 对 把他引诱出去 你把人家鸡蛋拿走 你也就说一句话 你说我给你拜年来了 我给你送鸭村钱了 您出来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难答 因为现在城市里 好多家庭都不可能 具备养鸡的这种条件 你告诉大家有什么好招 首先使劲敲鸡舍的门 鸡听到的声音 应该会跑出来 然后推开门 轻轻地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鸡 没有 那边有没有鸡 再看一下这边 没有的话偷偷跑进去 把蛋捡出来 然后锁上门口 这个知识对我们大家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在想你的爸爸妈妈 肯定特别为你骄傲自豪 你看外表小伙子这么帅 更重要的是 咱在家还会帮助爸爸妈妈 去收集鸡蛋鸭蛋 是不是 还会按摩 是吧 生活上面的很多事情 你是不是都会做一些 也不是都会做 学着做一些 是不是 是不是爸爸妈妈 教你自己动手 会学很多东西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 动动手做些东西的 又能收获一些知识 是吧 比如说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什么样动手 我会换水龙头 就你会换水龙头啊 家里之前水龙头坏了 那就如果找人来修的话 那的话今天可能来不及 那就必须尽早地修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有才有水用 是谁指导着你换的呢 我爸 对他是生活高手嘛 对我怎么忘了呢 那今天你们家的两位高手来了吗 妈妈没来 女高手没来 女高手没来 就是生活高手来了 爸爸来了是吧 爸爸在哪坐着呢 我们认识一下 这位爸爸您好 葛珍姐姐好 四位嘉宾好 大家好 谢谢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活高手 刚才你儿子说了 就是你会教他换水管 我觉得挺意外的 他才刚十岁 怎么您自己不动手呢 让儿子干这活 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话 应该是把自己所惠的 或者是好的东西 能够传给我们的孩子 对吧 那妈妈呢就已经给予了 处心音乐方面的才华 那我就会教他 一些生活的常识啊 对不对 因为他是男子汉嘛 一是培养他的那个动手能力 二是我觉得两父子在一起 挺有意思的 也是你们的亲子交流的时间 对对对 比如说他的玩具画 我有时候也会给他意见 让他自己修 所以我跟妈妈都希望 就是说他能够多了解这个世界 那善于去学习过程知识 那长大以后通过这些努力 才能够实现他的梦想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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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谢谢我们的这位生活高手爸爸 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育儿经验 特别是怎么样 来教一个小男孩 真的 小小年纪是个全才 又能够这么优雅地有艺术法 同时又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 是一个生活的高手 所以我觉得挺难得的 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的宝贝 你看现在你可能喜欢音乐 喜欢吹口琴啊 什么吹口哨 弹琴 我不知道你的理想 是不是就往这方面发展 还想学开飞机 想学什么 开飞机 开飞机 觉得可能飞上天空 自由翱翔的感觉 带给你一种责任感 一种满情感 是不是 那还会继续唱歌 开着飞机唱歌 是吗 对 就当一名会唱歌的飞行员 当一名会唱歌的飞行员 谢谢 希望你有朝一日梦想成真在天空翱翔 那接下来主才艺环节的表演 你做了怎样的准备 这个 等一下就知道了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这个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 大能耐 大能耐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 越渺小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 只是那个夜晚我深山的都流藏在心坎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宕 明天你好 明天你好 喊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又笑着奔跑 一边选择 一边选择 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 声音都渺小 却提醒我 一边选择 勇敢是什么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沉默着 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 时间它总收光 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宕 明天你好 喊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 又笑着奔跑 一边选择 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 声音都渺小 却提醒我 生在以后 我们想当飞行员的音乐小达人 节目表演完了 听听四位嘉宾的感受 我们四个人 一直都在对他交口称赞 都是一致地特别喜欢他 然后喜欢他整个的感觉 觉得他乖乖的 然后才艺还那么棒 声音那么美 我都想拜你为师了 打心眼里喜欢你 然后觉得他很纯净 然后他笑起来 也是孩子般的那种微笑 让我们都觉得 一股很清新的感觉 扑面而来 所以我的爱心气球 一定要送给你 谢谢 谢谢 来 学习真好 这个曾鼠心小朋友 真的是特别优秀 让我想到我小时候 少年功 我也是唱戏 跳舞 学单簧玩 所以说我特别希望你 除了自己当飞行员的梦想之外 一定要珍惜你的声音 艺术 有的时候是天分要放在第一的 也就是我们的感觉 所以说你这个天才少年 我一定要把我的爱心气球 送给你 加油 好的 谢谢 我相信我们这个正主席 你的田径和清纯 真的给大家留下了 特别深刻的印象 祝你梦想成真 加油 好 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期节目当中 小不点门的大牛奶 已经展现完毕了 现在让我们有请他们 再一次闪亮登场 谢谢你们今天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人造业 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有请帮帮团的四位嘉宾 把礼物送到我们小朋友手中 希望小朋友们都可以 健康幸福快乐地成长 也让我们一起说出 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一起来传地爱 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